一支领先时代20年的科幻步枪 机侠几乎全由碳纤维增强聚合物支撑 轻便前卫 如果你以为我在讲好莱坞虚构的特种兵顶级装备 那可就是你错了 因为火力军今天要聊的这支步枪 传言说它在阿富汗列日下融化 原本90%的命中率竟然暴跌到只有7% 甚至引发了德军老派军工公司 差点失去德军订单的风波 为什么德国国防军要急于抛弃自己的这款科幻步枪 到底是枪械设计存在重大缺陷 还是政客们的甩锅 为什么他落选之后 还上演了一场反转再反转的千万欧元法律战 今天就让火力军和大家聊聊 轻武器史上的争议之王HKG36 要理解G36的争议 我们先看它诞生的特殊时代 1990年初冷战正式结束 德国实现了国家统一 但随之而来的是国防预算的巨简 毕竟此时苏联解体 对于德国来说 似乎除了中东以外 全世界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威胁了 缩减军费也是大势所趋 然而这对于黑克勒科赫公司来说 绝对是巨大的灾难 在此之前 黑克勒科赫公司 将全部精力投入在G11无可弹不枪项目上 然而由于技术过于复杂 且成本极高 该项目在1993年被政府正式取消 这一变故导致HK公司背负了1.8亿马克的巨额债务 甚至一度濒临破产 不仅是对于公司来说是灾难 对于德军来说也是一场灾难 因为德军在这个时候 手里还在用着老旧的7.62毫米口径 G3步枪 那是二战后 第一代权威力战斗步枪 笨重后座力巨大 且完全不符合小口径化的时代趋势 于是为了生存 HK公司启动了内部代号为HK50的项目 他们的设计思路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因为没钱 抛弃G11那种极端的实验性技术 回归简单可靠且低成本的实用主义 在1995年的选行竞标中 HK面对的竞争对手 是奥地地的斯泰尔AUG 虽然AUG在当时已经证明了其可靠性 但HK50展现出了极强的针对性 HK的设计师们意识到 士兵们其实并不习惯 无拖结构的换弹逻辑 他们需要的是一支看起来传统 用起来顺手 但重量要极轻的心强 HK50凭借更优越的人工绩效 主要是材料清 士兵复旦清 模块化和透明弹侠的设计 给生产部门和实战的士兵都提供了便利 最重要的是更低廉的单价 最终获得了德国联邦国防军的订单 并被正式赋予了官方编号G36 G36在结构设计上 体现了当时轻武器工业的最高水准 它最大的技术特征在于机匠的材质 HK公司大规模应用了碳纤维增强聚合物 说白了就是更先进的塑料 这种材料的使用 直接将标准型步枪的空重 降低到了3.63公斤 同时也解决了金属机匠在潮湿环境下 容易产生化学腐蚀的问题 在内部动作机构方面 G36采用了短形程导气活塞系统 设计时高压火药燃气 推动活塞向后运动仅约6毫米 能量传递给枪击矿后 多余的燃气和碳残渣会直接从前方的排气孔排出 这种机制有效地防止了污垢进入机枪内部 从而延长了机器在无法维护情况下的持续战斗时间 在模拟极端脏污的泥水环境测试中 G36的机枪封闭设计 表现得比其他形成对手优秀得多 G36的垃圾柄位于提拔内部 且具有弹性的防尘片 其泡壳窗在非活动状态下具有较好的密封性 在测试数据中 当步枪被完全没入粘稠泥浆后 G36的短形成火塞 能提供约15%至20%的额外往复动能 这使得它在遭遇污垢阻滞时 比机吹式的M4更容易强行逼锁 此外 由于G36采用的聚合物机枪 机内必摩擦系数 自然地域金属材质 在泥沙混入后 允许枪机组在缺乏润滑油的情况下 依然能维持一定的循环周期 而M4的铝核心机枪 在失去润滑且混入沙尘后 容易产生严重的铝材刮伤损伤 导致武器彻底瘫痪 更核心的设计在于它的瞄准系统 标准型G36配备了 集成式的双光学瞄具 上步是一倍倍率的红电瞄准镜 下步是三倍倍率的光学望远镜 这使得士兵在切换近战 与远距离射击任务时 无需调整瞄准姿势 然而 在长期的服役过程中 这套系统暴露了一系列 难以调和的技术矛盾 首先是视角问题 由于必须把瞄准镜 限制在狭窄的框架内 所以三倍倍率的光学望远镜 直径只有17毫米 较小的孔镜 直接导致了其市场极其狭窄 士兵在通过瞄准镜观察时 难以维持对周边环境的态势感知 其次是贴塞高度与机械偏差问题 由于双层秒距的高度跌放 红点镜的轴线距离枪管轴线过高 在CQB环境下 这种过大的轴线偏差 会导致严重的近距离射击偏移 士兵必须在训练中花费大量时间 去习惯瞄准点与实际弹桌点之间的物理落差 此外过高的瞄准极限 强迫士兵在底射击时 采取一种不自然的姿势 被士兵戏成为用下巴抵住枪托 这在长时间距枪时 会造成显著的肌肉疲劳 并降低射击稳定性 也引发士兵们的频繁抱怨 同时 这又引出了G36结构中的一个关键隐患 为了追求轻量化 HK公司将刚制的枪管截套 直接包裹在聚合物机下内 这意味着 枪管与机下的连接点 完全依赖于这种热塑性材料的结构强度 而这个在当时看起来非常前卫的设计 最终引发那个席卷德国政坛的京都丑闻 2010年4月2日 德国散兵在阿富汗昆都市地区遭遇腹击 他们配备的是当时德军标配的G36A1步枪 随着战斗进入白热化 每名士兵的弹有消耗量迅速突破了200反 在持续长达9小时的激战后 前线士兵提交了极具争议的反馈报告 在持续射击和高达40摄氏度的环境温度共同作用下 G36步枪的弹着点开始出现无法预测的剧烈飘移 根据战后士兵的反馈 当步枪连续打光三个弹架后 之后再进行射击的话 100米外难以集中目标 200米外基本失效 300米外完全丧失精确火力支撑能力 因为G36的缺陷 虽然最终击退了敌军的进攻 德国散兵有三人阵亡 搞笑的是 甚至没有收到敌方重伤的报告 这次遭遇战 直接引发了德军士兵对于G36的质疑 随后 德国国防部委托弗劳恩霍夫研究所 进行了专项测试 该研究所的研究报告认为 G36机侠使用的主要材料是聚饼锡显胺 这是一种改性后的尼龙66素量 说白了就是高级素量 虽然它具备极高的抗拉强度和耐服实性 但是却不耐热 研究发现G36的钢制枪管结套 是被直接嵌入这些塑料机侠中的 而机侠不仅作为外壳 还承担着支撑枪管和固定光学瞄准镜的双重职责 当士兵全自动射击或快速半自动点射时 枪管根部的温度会迅速传导至钢制结套 并进一步传递给周围的塑料支撑结构 测试数据显示 当环境温度增加30摄氏度 或者在激烈焦火导致机侠受热后 原本在冷腔状态下命中率能达到90%的测试组 在100米距离上的命中率急剧下降到了7% 究其原因是因为受热后的聚合物 发生微小的形变和软化 使得枪管轴线与机侠顶部的光学瞄准镜基线无法对齐 哪怕这种位移只有0.1毫米 经过100米乃至300米的弹道放大 最终表现出来的就是弹着点的严重偏移 面对政府的指控 黑克勒科克公司展开了针锋相对的反击 他们首先提出 1996年签署的合同中 德国国防军并未要求该枪 具备持续全自动射击的能力 因为按照战术交范 步枪应负责单发精确打击 而压制任务应当有轻击枪完成 其次HK公司指出了弹药质量的干扰因素 他们认为调查中使用的特定P4弹药 才能导致设计不稳定的主要因素 他们甚至暗示 当时的国防部长乌尔苏拉·冯德莱恩 正在推行一激烈军事改革 为了掩盖国防部 在前期采购规格制定上的地级实物 并转移公众对阿富汗战略失败的注意力 G36步枪被选定为整个采购体系的踢罪羊 这场争议最终进入了司法程序 2016年9月 科布伦此地方法院裁定HK公司胜诉 判定交付的武器 完全符合合合同约定的技术标准 无需支付任何赔偿金 然而法律上的胜利未能挽回G36的声誉 受热不稳定的技术事实已经公开化 德国国防部随后正式宣布 之后不会继续采购G36步枪 并启动了新一代步枪招标计划 希望能找到一种 能够全天候保持高精度的新型步枪 然而这场招标的过程 远比想象中更加曲折 在2020年9月 一个令全球轻武器业界震惊的消息传来 规模仅9人的名不见经传的小厂 CJ黑内尔公司 凭借其研发的MK556步枪 成功击败了黑科勒科赫公司的 HK416与HK433方案 初步赢得了这份价值 数亿欧元的订单 然而说它名不见经传 只不过是因为 它已经很久不生产枪械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 这家公司可是世界上第一款突击步枪 STG44的生产商 但是二战结束后就被解散了 直到2008年才正式重组 而重组刚刚10年 黑内尔就拿下了德军下一代步枪的订单 黑内尔胜出的关键原因有两遍 首先是性能表现 HK556在各项可靠性指标上 均打到了军方的严格标准 它本质上是基于AR15架构的 短形成活塞步枪 其可靠性在测试中 甚至略高于HK416的部分型号 其次是成本优势 海内尔的最终报价比HK公司低了近5000万欧元 这对于长期受困于预算超值的德国国防部而言 具有极强的吸引力 然而作为垄断德军步枪 供应长达半个世纪的工业巨头 黑科勒科克公司并未就此人输 他们迅速启动了高强度的法律诉讼 将竞争焦点从涉及精度转向了知识产权 HK公司抛出了一个决定性的技术证据 他们指控MK556侵犯了HK公司 关于越海排水功能的专利 这项技术允许步枪在水中取出后 通过枪击组上特定的排水及排水孔设计 迅速排空内部积水 从而确保步枪在极端潮湿环境下 仍能安全激发 海内尔公司便称 这种排水孔设计属于行业通用工资技术 不应受专利保护 但经过杜塞尔多夫高等地方法院 长达两年的司法鉴定 专家组最终认定 MK556在西亚孔的几何布局 与启动流量控制上 与HK公司的专利描述高度重合 构成了实质性的侵权 基于这一判决 海内尔公司的中标资格被正式撤销 甚至被要求销毁所有已经生产的相关武器 说到这里 你是不是觉得 黑科勒科合公司在无理取闹 一个小小的排水孔 怎么就申请专利了 火力军告诉你还真不是 因为这个排水孔 还真是G36胜过其他对手的优势 在进水射击测试中 G36与标准型M4的表现差异 更为显著 如果导气管或枪管内残留水分 激发瞬间产生的高压 会导致导气管爆裂 甚至机下炸裂 炸糖是个多么可怕的事情 不用火力军多说了吧 而G36在研发之初 就考虑了排水的需求 其枪机组和机下 设计了专门的斜压路径 士兵将步枪从水中取出后 仅需几秒钟的自然排水 即可安全激发 HK的技术专利 确保了在火塞室 与枪管连接处的水分 能够通过特定的线系 迅速排空 防止了G36炸糖 这一特性也是后期的HK416 能击败M4 赢得特种部队订单的核心技术 至此 德国步枪选型项目 完成了最终的反转 2022年 德国国防部宣布重新回归 黑科勒科赫的方案 正式选定HK416A8 作为全军新一代支持步枪 并赋予其官方编号G95 相比于G36 G95回归了传统的 全金属机架设计 采用了7075T6 铝合金上机架 彻底解决了 困扰G36数十年的 热稳定性问题 同时也标志着 德国步枪设计理念 从极端的聚合物实验性阶段 重新回到了 以稳健金属结构 为基础的工业基准之上 同时 为了吸取阿富汗战场的教训 G95采用专门的 RL8000色调涂层 这种涂层 不仅具备伪装作用 更重要的是 它能有效反射 红外光谱和阳光热量 将阳光暴晒下的机架温度 降至约10至15摄氏度 从而进一步 确保了武器 在极端环境下的设计精度 回顾G36步枪 近30年的服役历程 它不仅是德国 轻武器工业的 一个时代符号 更是一个关于设计理念 与战场现实之间 产生剧烈冲突的 昂贵实验 从宏观视角来看 G36的成功与争议 共同推动了 现代步枪设计的 技术进步 这种设计理念的教训 深刻影响了 后续轻武器的 研发方向 在G36之后 出现了许多 主流模块化步枪 例如比利时的 FN SCAR 或捷克的CZ805布伦 普遍采用了 聚合物下机架组件 加铝合金 上机架的复合布局 这主要就是吸取了 G36在高温环境下 设计精度变差的教训 同时 军工业也同时 确定了类似材料 在自动武器中 应该如何应用的问题 说白了就是 不要在容易变热的地方使用 会影响设计精度的 不过 虽然有这样的问题 G36在全球范围内的使用 依然广泛 目前仍有包括西班牙 立陶宛 拉脱维亚在内的 数十个国家 将其作为一线知识装备 甚至斯泰尔公司 也针对其现存的巨大市场 推出了名为G62的升级方案 其核心逻辑 就是保留G36的内部机构 但将其聚合物机架 整体更换为铝合金机架 试图通过这种方式 延续这款步枪的生命周期 好了 关于这支极具争议的德国步枪 霍利君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内容 请不要忘记点赞并关注 也欢迎在评论区 留下你的想法 G36到底是不是一款 优秀的自动武器 欢迎分享你的观点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